為了延緩長者繼續退化 不但設置有泡茶品名區 還有體感動態電玩活動 這是為了配合中央推展 一國中學區一日照的政策目標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核准全市第九處 中正區第二處的 金田日監照顧中心街牌啟用 特別是基隆市65歲以上老年人口 已經有6萬8千多人 平均每5位市民就有一位老人 我們目標15家 我們基隆市有15個國中學區 所以我們希望說一區有一個認照 那現在是第九家 那所以說這個社會處能該努力 希望某個地方還很多 那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九家看起來是走在路上才剛走到一半 但事實上呢 這個一棒接著一棒也不容易 我們金田日監照顧中心 當日可以服務的人數是40人 那當然我們也有提供交通接送的服務 那每天的話 我們原則上就有點類似拖右手的這個概念 早上去把老人家接來這邊 然後我們給他豐富的課程 然後還有基本的生命真相 我的測量 還有這些去對他健康的一個把觀和檢討 然後隨時做一個回報 然後晚上的話 我再把他請我們的交通接送 再把他送回去我們長輩的家 而中正區老年人口數有一萬四百多人 全是七個行政區中 老年人口比例第二高的行政區 而金田日監中心的啟用 每天將可以收拖40位失能失智 長照2.0服務對象 也受到議員們高度肯定 是剛剛處長說 金龍市即將明年超過20趴 那倫愛區是第一名 超高齡社會第一名的區域 倫愛區是最早的一個區域 中正區排第二 所以意識下應該放倫愛區優先 拜託大家也非常恭喜 只有也恭喜我們這個 人間照顧的業者 為了我們倫愛區的第二間 也可以比照這個模式 然後跟松明的模式一起來 就是再來把它那個成立下去 徐約請現在各項部長所提的 現在已經20%的人口是 這個65歲長的長輩 然後我們只要路上 五個就有一個是長輩 市民朋友如果有長照2.0 各項服務需求 都可以撥打長照專線 1966恰尋了解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